近日啊,华人在美国又被袭击了啊,我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张大令你烦不烦,你们华人袭击跟我没有啥关系啊,当然了,我在这儿先澄清一下啊,我所说的这个华人啊,不单指入了美国籍的这些华人,主要指的是华人,华侨,加上留学生,所有在海外或者在美国生活,纳税,上学的这些人都通称为华人,那我们在美国就是这么叫的啊,一名在威斯康英大学麦德逊分校的中国来的 留学生在独博士啊,被打了啊,最后呢,警察呢,抓到了这几个暴徒,但是警方认为呢,啊,这一起犯罪不是种族歧视啊,与种族仇恨无关啊,此论一出啊,舆论大华,最近怎么回事啊,跟大家简单的复述一下,这名受害人呢,是一名来自中国的经济学的啊,这个在美博士生,然后呢,根据他自己的描述啊,6月14号晚上,他从健身房锻炼出来回家,然后呢,走在大学大道上,突然呢, 就是来了几个年轻人啊,有人可能会说是白人的传人攻击,有人可能会说是黑人的传人攻击,但是特别有意思啊,这帮人是来了四个还是五个,有黑人有白人,一个黑衣人呢,突然一拳打在他的脸上啊,然后呢,他就被他身后的人拉倒在地,然后接着全拉脚踢,然后刚开始,你知道人啊,在走回家的过程中啊,他属于一种很懵的状态, 帮一下被打倒,然后头10秒20秒,他都可能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他只可能反应过来,他被袭击了,然后他都没想到,他自己要求助,然后人这个过程非常快,然后他想挣扎爬起来,结果人家又打他,又把他眼镜打掉了,然后他说他,这个我已经感觉麻木了,什么也看不见,然后人家打完以后呢,其实整个过程非常短,就几十秒,人家打了几下,然后就跑了,然后他自己说了,说我的左耳啊,跟脸颊啊,都被打流血了, 不许袭击的地点呢,街对面正好是一压商店,商店那个地方呢,有一个摄像头,等于他几乎就是在商店的摄像头下啊,被殴打,所以说商店的摄像头准确的记下来了这一幕,不但准确的记下来了这一幕,还准确的拍到这几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脸颊,然后很快啊,警察就把他们给抓了,但是根据这位啊,博士生的描述啊,他说整个的攻击应该是不超过四十秒,他们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抢我的任何东西啊,只是突然上来袭击,然后把他打到地上, 然后紧接着全拉脚踢,然后他们穿得非常好,穿着高端的运动服啊,年龄不超过二十五岁,然后在这一份社交媒体上的自助中呢,这名在读的博士生还表示啊,我之所以选择麦迪逊分校,是因为我觉得啊,他与美国的其他的地方比啊,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而出于安全的考虑,我甚至没有申请啊,什么加州啊,纽约啊,或者南方的任何一所学校,但是今天晚上,无论是种族仇混,还是普通的校园暴力,他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确实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了没多久,然后呢,这四个犯罪嫌疑人就全部落网了啊,其中一个人年仅15岁,那在警察的通报中呢,这些人是属于校园暴力,或者是属于暴力犯罪,他不属于种族犯罪,那很多人呢,在这个时候呢,就舆论大滑,对不对,就觉得哇,警察你这包庇犯罪啊, 怎么威斯康星州的警察也这样,据警察说,他们不是第一次干这个事,他们大概在最近两到三周干了三起这样的事,全部是他们走在街上,突然去袭击一个人,让棒棒棒给你打一顿啊,只是第三起,报警以后啊,把这帮哥们给抓住了,又鉴于前两起案件,不是中国人啊,所以说,认为啊,这不是仇恨犯罪,不是种族歧视,你看看,说,这些人应该是随机犯罪, 就是这些人可能是属于那种,就是265的商街找事啊,然后看到,哎,这儿一人把他打了,正好这哥们是中国人,那究竟是这个事干的对不对呢,是这样的啊,我提出一个假设啊,有没有可能这三件事呢,都是仇恨犯罪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这样一个消息,就是说,他们袭击的另外两个事件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一名南亚裔的学生,大家知道南亚裔就是印度巴基斯坦,印巴基的,印巴基的虽然说长得有点像老外,但咱们话又说回来,这印巴基的, 就在美国还是比较好骗人的,啊,他们也被算作亚裔里面,所以说你们说会不会这个东西,是吧,很可能他,他,他就觉得这是亚裔,然后就打,很可能第三个不是亚裔,但是看着疑似亚裔,或者疑似拉丁裔啊,一块被打了,啊,有没有这种可能,三个其实都是仇恨犯罪,并不存在三个都不是仇恨犯罪,但是这一名博士生说的话,他通篇下来,我都是很赞同的,但只有一点我不赞同,就是说,他说这些人穿着很高端的运动服,呃,我,我看了半天没觉得这些人, 人的运动服到底哪高端,这些人的运动服看起来就很普通,就是普通的去健身啊,或者是那些学生穿的,就正常的运动服,倒没觉得,啊,有什么高端,但是我想说啊,现在确实是,美国的这个治安太乱了,尤其是这个仇恨攻击,种族攻击,这个博士生说的一句话也比较触动我的,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为什么选择麦迪逊分校,是因为我知道美国很乱,那我来读书之前,我专门避开了所有的乱的地方,然后我跑到了麦迪逊分校, 分校过来,啊,我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安全,这就是为什么啊,我在这一块感同身受的一点,是有很多的学生家长现在找到我,或者是有很多的学生本人找到我,他们有些是准备来留学,有些是孩子准备来留学,啊,有些是准备在这租房的,就问我,他们说,哎,这地方你去过没,啊,这个地方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它安不安全,啊,周边我一个人在外面住会被被抢,哪个区好,哪个区不好,就说了这么一大通话,你知道吧,所以说, 我就发现啊,大家现在对美国的这个治安是极度的不放心,尤其是在美国发生了这么多的仇恨犯罪以后,大家对美国的这个治安,啊,也抱着一种完全不信任的态度,啊,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美国呀,这治安其实还是很乱的,大家来美国第一件事就是会选择租房的,第二件事就是要选择会保护自己,因为你来了美国,你像这种神经病,那真的是到处都是,啊,你不会保护自己,真的很危险的,而且还有很多朋友会问我说,为什么这个不定为仇恨犯罪啊, 是不是警察包庇这几个人,呃,我觉得包庇是不大可能,我觉得大概率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他定性为暴力犯罪,或者定性为校园霸凌,警察是不吃挂烙的,你明白吧,因为治安案件全美国到处都有,但是如果你定为仇恨犯罪,这个就种族歧视了,这个万一处理不好,从局长的下面的处理这个事的警员,就有可能吃挂烙, 尤其是这个事牵扯到了亚洲人,牵扯到了黑人,牵扯到了白人,尤其是这种肤色明显的犯罪,你一旦搞不好,这这局长跟警察可能可能就危险,知道吧,所以说抓的给抓的,弄的给弄的,但是警察局不愿意把这个事定为仇恨犯罪, 因为警察局怕吃挂烙,这就是我认为警察局为什么一定不承认这是一个仇恨犯罪的原因,至于包庇,我觉得不至于,因为警察跟这些人也不认识,对吧,你就说,你是一个警察处理一个案件,你会认为这人是一个中国人,打了一个老外一顿,你就包庇这个中国人吗,你俩都是中国人,你不会的,你不会的,因为你跟这人也不认识嘛,对吧,你正儿八经的在执行你的工作,我认为这种包庇的说法是不至于的,但是,很明显,警察局是在宅自己的责任, 因为这个地方的治安归尼管啊,对不对,一旦,大家知道在美国种族歧视这东西现在是一等重要的东西,一旦这地方发生了仇恨类的攻击,种族歧视类的攻击,那这个当地警察局可面临的压力非常大,舆论压力啊,各方面的压力都非常大,所以说呢,他们可能选择了推卸责任,这是我的全部看法啊,而且该事件发生后,当地的学校的整个的师生抗议学校不发出这种种族歧视仇恨攻击的警报,还举行了游行示威啊, 然后为这位大学生发声,还说要允止对压抑的仇恨攻击,反正大家就想好,来美国呢,虽然说这地方不如地域,但也不如天堂,他的治安跟国内比肯定是差个七八倍到十几倍的啊,所以说你来这个地方的分区啊,你自己做好准备,即使是在最安全的区,也有可能遇到这种犯罪啊, 因为这个东西,你不管他是街溜子,你还是说这几个人就策划已久的仇恨犯罪,因为我感觉年龄也不太可能,这几个人中间其中最小才15岁,我觉得大概率就是跟咱高中的时候那种中二青年,自己可牛逼了,自己是哪儿哪儿老大,一定要出去揍个人,估计是这种的概率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不管怎么说,来美国,虚谨慎啊,尤其是在你不能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尤其要小心,行吧,那这期要聊到这儿, 以后有什么有意思东西再跟大家分享,这期聊到这儿,大家拜拜